就是這樣 就這樣 可以嗎 可以 好 快找我演這種角色啦 我跟你講一定會很精彩 對 安安大明星的觀眾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小鹿 鹿嘉欣 嗨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充滿偏差的 然後勝負輸贏都是真實存在 其實人生是真的會有那種你經歷過 但是它對你的人生一點意義也沒有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無論順境逆境好的壞的 我們都落落大方的接受 落落大方的火放不下就帶走 我覺得大家好像都常常太習慣用一個 包裝好的正面去面對這個世界 當別人問我們好不好的時候 我們總是會說我還好 OK啊這樣你知道 就是因為覺得這樣子比較容易 然後久而久之 我們也會這樣子對待自己的壞情緒 如果想要變好之前啊 是不是可以先去面對 然後接受自己的不好 所以清風就提出了這個 食欲這兩個字 最扯的是之前那個實體專輯出的那一天 他拿到歌詞本那個有一張我的大臉 然後這邊有一顆痣 他就拍這張照片給我 他說你臉上那邊原本有一顆痣嗎 我說痣你要管 然後他說不是啊我不記得你有一顆痣 我說那怎樣 我有怎樣 他就說不是我想說如果你突然長痣你要去看醫生 對 就很好笑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朋友 就是他總是在煩惱別人的事情 我從小就很愛唱歌吧 然後可能是我媽的啟發吧 因為小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唱歌好不好聽 但我媽好像覺得很好聽 就是我記得小時候總是 只要有任何親戚來家裡 或者是我媽的朋友 我媽就會叫我站在餐桌上 然後唱瀟灑走一回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首歌 可是媽媽特別喜歡 對 我就是有一個屬於這樣子的童年回憶 是吧 因為我覺得 談天愛很開心啊 其實就是 我一個人也滿開心的 可是一個人久了總是會想要有一個 一個身邊的人隨時可以分享你們的喜怒哀樂 看臉吧 太誠實了 對啊 誰不看臉啊 第一眼看或者是 或者是氣質吧 就是我覺得人的氣質好像是騙不了人 就是你的這個 人家都像有心聲嘛 就是你這個人的個性 跟大概的感覺是怎麼樣 其實氣質是可以形容出來的 強烈的角色或者是喜劇吧 我自己很喜歡看那種 那種黑色喜劇 可是我很想試試看 前幾天終於去看了小丑 那我覺得小丑應該就是 每一個演員都很想要演的一個角色 對啊 你現在可以先買國王嗎 小丑 小丑精髓是什麼 小丑精髓就是笑啊 小丑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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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這裡 小丑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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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小丑精髓 小丑精髓 快找我演這種角色啦 小丑精髓 小丑精髓 有一些誠采 小丑精髓 對 人生不論是好的壞的 順境逆境 我們都可以 洛洛大方地去面對 去接受 接下来如果还再有更多更新的消息 我都会发在我的Facebook 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IG 所以大家搜寻陆嘉欣就可以找到我 然后我也会常常在上面写一些我的心情 然后PO一些我的猫咪 你们都可以来看哦